观众朋友们好 这里是渣老头子野游频道 BBQ了 今天来看冰符 冰符已经化了 化成一滩水 成了一个水符 现在的话 室外温度大约是 几度左右 反正没有到零下肯定是 大约5度左右 然后山上有点飘雪 这个天呼晴呼雨的 历经艰辛来到这里 没有看冰符 然后我下面上来的 下面上来的话 整条路的话 有的地方还在修 你看这里就还没有铺白油 下面的话 路上它是主要是 历史流严重 路面 路边上都全部在拉土来 铺一层土的话 它改善环境 种树 种草 把生态治理好了 那民生都会改善 所以说这条路的话 前面还要翻个雪山 翻个雪山过去 可能下去不了了 我们翻个镜头看一下 待会走到雪山面前再看一下 我就是从这前面上来的 这里这个冰符的话 现在已经解冻了 解冻了看不见冰了 还有一小点 看到没有 这个冰符 对面还有一点 这个地方没有信号的 没有信号了 那里有一点点点 哎呀 跑到这里来 白白的来了一趟 就这么大一个冰符 冬天的话 它是提前一个月来 这里就还没有画 现在来到的话 已经画完了 可惜了 可惜了 朋友们啊 跑到这么远 没看见冰符 那就翻个雪山压口再看一下 那个雪山压口的话 翻过去的话 我估计路是堵着的 过不去了 山上还是飘着雪 有点小雪飘着 招了车子穿着短袖 好凉快呀 穿着短裤 穿着拖鞋 看到没有 穿着拖鞋 要不要看一下 是不是穿着拖鞋 穿着短裤 短裤 短裤拖鞋 有点凉快 不是很冷 但是有点凉快 好吧 继续往前看 全程没有信号 这条路上的话 有的地方铺了百油 有的地方没有铺百油 这个位置 马上就在前面那个山压口 翻过去 翻过去下山 就可以到取水线 但是问题是 我估计是过去不了的 只能走回头路 因为从山那边就翻不过来 从山这边 按的话 估计也是翻不过去的 走吧 我们全面去看一看 反正到了这里 非要把路走到尽头 哎呀哎呀 来到了这个雪山脚下了 前面就是雪山 然后飘着雪的山上 一直在下着雪飘着来 看一下这个鸭口 我不知道能不能够翻过去 我估计前面封路了 就在前面 很可能封路了 太凉快了 我这没衣服穿呀 穿着短裤短袖怎么办 我们看一下 这里有个非常漂亮的图案 看见没有 这里如果雨进来了的话 这也是一滩湿地 形成有水的 哇这现在没下雨的话 这里是干的 山上还有牦牛 牦牛羊群 我跟大家看一下 那山上的牦牛 看见没有 可能这个视频里面看不看得见 我跟大家放大一下 看不看得见 啊牦牛看得见 还有点 看到没有 山上的还有那么大一群的 全部是牦牛 真的抗寒呀 好吧 继续往山牙口走 出发 看一下这沟里面的牦牛 看到没有 好多头 哇这牦牛好漂亮 嗯走吧 我们继续出发 这个山牙口的话 要翻到那里去 看到没有 那个位置就是翻牙口 可能我估计翻不过去的 我们走到前面再说 虽说下面的冰符 画动了 看不见冰符 但是我发现了冰川哈 那我跟大家说一下的话 这个山牙口上 应该是有这个虫草的 但是特别少 你们可能会好奇 这山上的牦牛 吃什么东西 看到没有 我给你看一下这山上的牦牛 山上牦牛吃什么东西 他们就是在找虫草吃 嗯 下面这个 这种 垮一垮的 垮一垮的 就是上面会长草的 有的地方 很多地方都是有干草的 所以说那些牦牛 可以啃那些干草 偶尔有运气的话 它可以吃到虫草 嗯 这个牙口的话 马上就 翻到牙口位置了 哈 那个位置就是牙口 我们去看一下 我发现了大型的冰川哈 看到没有 没有看见冰符 我发现了有冰川 也不忘来了一招哈 发现了冰川 看到没有 这里有万年冰川 哇 这穿着拖 还这滋味不好受啊 看到没有 穿着拖鞋的 那冰川 看到没有这个冰川 哎呦哎呦哎呦 这么大一块的冰川 我把它拿在手里面 看见没有啊 这就是冰川 可以吧 这根冰川漂不漂亮 这么大一条冰川 好了 不吹牛了 继续往前走吧 把这个冰川放在车里面 哇 总算来到了牙口这个位置哈 嗯 我是从这边上来的 看了没有 一片冰雪茫茫的地方 嗯 这里牙口下去的话 就 从这里就下山了哈 往前面走 这里就下山了 这里就是牙口 但是这个牙口的名字 我也不知道 我真不知道这个牙口的名字 继续往前走吧 哇 哇我的妈呀这么凉快 这条路的话冬季是不具备通行条件的 冬季的话这山地上的雪覆盖非常厚 包括山脚下进来几公里远 就结冰了 根本就走不了 所以说 今天的话也算是翻到这个牙口来了 这是第二次来这个牙口 然后这里下去的话 我估计是下不去了 前面对他走过两公里远 一公里远 可能就有风路了 你下去看一下吧 哇塞 好凉快啊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特别凉快 在牙口上 嗯 这条路冬季走不了 然后的话 我估计 前面通不了了 我们下去看一下就知道 好吧 我们去看一下 哇 这牙口上的风景特别美 但是这个牙口叫什么名字 哦吼 哦吼 听了一个机器在那里 过不去啦 我还说下去一两公里 这个就这里就下不去了 哦没有 他没有把路堵完 还可以往前走 往前再走一点吧 哇塞 我以为这里把路堵了 哇 真的漂亮 哦这里还有一个摊铺鸡啊 看到没有这里就有冰雪了 哦走不了了走不了了走不了了 刚刚从那个旁边下过来了 我看下面能不能够下去 它在牙口上 还在 还在施工 哇 真的漂亮 很荒的荒原 我这里过不去了 实在高不去直接回去咯 压一下吧 没关系的 没关系的 啊 过来了 啊 翻过这个压口 这边就从取水线回去 我就要看下面那条路通了没有 应该是通了 这一路的风景确实非常美 看到没有压口上在飘雪了 压口上 哇塞 这里有蓝冰蓝冰 我发现蓝冰了 朋友们 我绝对发现蓝冰了 我跟大家把镜头拉近一点 我把这个相机固定在这里 嗯 这个位置 就是那片冰雪那里 绝对是蓝冰哈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那片冰雪那里 看得清楚吗 啊就是蓝冰 我我的眼睛看得非常清楚 很蓝色的 那里面绝对覆盖有蓝冰 如果有空的话 我来看看 这时候我一定 爬到那山上去看看那个蓝冰 哎呀太漂亮了 纯蓝色的冰 特别美 好吧我们继续下山 可能很多看我视频的朋友很非常疑惑 嗯这条路修的这么好 嗯又没有什么车 啊现在是能够正常通行的 冬季通行不了 是为什么什么原因 最近 其实我跟你说 这条路是准备修来做旅游开发的公路 啊我跟大家说一下 准备搞旅游开发的 这条路的话 刚刚铺好白油 我就走了一趟 还没有装富兰 中间还没有画画这个虚线 分道线 我就已经走过一次了 那是三年之前 但是冬季不就具备通行条件 他们夏季 也有的地方 封锻了的 我要下去看一下 下面到底封锻没有 哈哈 顺利翻过来了 以前就在这个位置 被封露了的哈 地上就在这个位置 现在过了 顺利翻过来的话 这里下去就是取水线了 而且这里有这个木铭的活动板房 看到没有 下面有木铭的活动板房 那个位置 走吧 既然过来了 顺利翻过压口 那就继续出发 而且去年我们还来捡过蘑菇 在这个沟里面 蘑菇非常多的 就是在旁边这个山坡上 夏天的时候有很多蘑菇 继续往前出发 从取水回去 从堆龙进来 从取水回去 回拉萨 在那头子 下去玩一下雪 我去看一下 还等我们景棚 Conference 我们就吸一批 这门 在那头子 这门 还能够 在那头子 才能够 倒很多 踹 压口都算翻过来了 看到没有 我从上面压口翻过来 这下面有居民啊 放牧的 而且是永久建筑 永久建筑的居民 看到没有 牧区 这里也是一样的 一大群牦牛在那里 看到没有 人家的房子是永久建筑 不是活动板房 我们从这条路下去 就到取水线了 就从这条路一直下去 可以到取水线的 走吧 出发了 朋友们 拜拜 啦啦啦啦啦 顺利穿出 这个峡谷 回到取水线 有信号的地方了 顺利已经走出来了 太漂亮了 哦呀呀呀呀呀 OK 这里都有信号咯 太过了 好 就